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辆引擎盖均被砸出大坑 大妈一边砸还一边叫嚣 你今天赶走一下试试 奔驰车主一脸猛逼 他与大妈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砸他的车 他们也不敢下车里 甚至连窗户都不敢摇下来 生怕大妈一板砖砸头上 随后车主抱了紧 路口供的时候才明白 原来是压着大妈种的蒜苗啊 可他一直都是跟着车流走的 而且从视频中看 车辆离菜地远着呢 怎么会压到他的蒜苗呢 现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一旦有了结果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事发后车主先去了当地的维修公司进行定损 初步定损金额超过了三万七 但还要去4S店进行最终定损 到时候所有被砸部位只换不休 那金额可就不止三万七这么简单了 至少要多加两到三倍 买蒜苗都能买一卡车了 而且车损金额达到了五千以上 不仅要赔偿还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真是不知道大妈是怎么想的 网友们纷纷喊话奔驰车主 千万不要调解必须立案调查 然后进行起诉 一定要让嚣张大妈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么大家支持奔驰车主维权吗 你们觉得大妈后续会不会 扑着出来道歉呢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